來 各位大家丈夫的投資好朋友大家好 我現在為各位做美股的週五收盤分析 還有下禮拜台股的操作策略 我個人認為大方向我幫你抓的還蠻準的 上禮拜AI迎來一些反彈 可是我們跟你講反彈你就是要逃命的 所以你看到禮拜三禮拜四的這個 偽創廣達拉漲停有沒有 那禮拜四小拉高一下 昨天就馬上關下來了 這就告訴你說現在第一個 投資人想賺錢又怎麼樣又沒膽 投資人想賺錢又沒膽 然後呢 呃 不願意怎麼樣 不願意去買 這個就不願意做價值型投資 就是說 很多公司它基本上它的 因為資金排擠的效應 然後股價都超跌了 但是 你們寧可 多數人寧可不願意在甜蜜區揮棒 因為它覺得 甜蜜區揮棒 它覺得 它 這麼低 跌這麼低買 它覺得好像會持續在破底 對不對 它就覺得我買了我會線套我會在跌我會在破底 那 你現在回去想想 麻煩你去看一下去年十月的情況 如果你去年十月以後才開始做股票的人 股市就是這麼殘忍啊 就是說總是有小白 完全沒股票經驗的 然後 因為市面上現在在講什麼股票 然後就覺得說 喔這一次好賺那去做 那就 不斷在從 就是說 不斷在歷史重演嘛 那 去年十月 有低堪買之需買 可是你們都不買 為什麼 因為 你們要聽大家的意見嘛 因為外資在賣嘛 然後每個人都說現在股票不好做 對不對 不要去做它 有沒有 但是 去年十月那時候 我說 你們如果 做股票那麼在意短線 買的 然後就跌 你不去看它說 它長線的價值 其實早就已經出來了 那其實 去年十月 你就不會買在200塊以下的 艾普啊 對不對 那時候的M31多少 四五百塊嘛 是不是 然後那時候的 四星KY 跟 創意 我記得創意還殺到300多 四星KY 殺到500多嘛 對不對 那當然 我現在不是告訴你說 你要去抄底 M31 四星KY 然後 創意 因為這些股票 畢竟跟去年的低點來比的話 還是 漲滿 還是漲滿高一大段的 可是現在股票 有沒有 它其實公司 最差就是這個時候了 然後呢 股價 跟去年十月差不多 甚至比去年十月還低 甚至比去年十月還低 那你可能會講說 老師你頭髮判掉喔 你現在股價比去年十月還低 那代表公司的營運怎麼樣 一定是更爛啊 對不對 是齁 沒錯齁 可是如果這家公司 它是過去幾十年來都很穩健在經營的 它跟國外的客戶也都保持很好的關係 只是因為整個大環境 有一些 除了 除了什麼AI啦 然後 除了這個 有一些 伺服器的訂單都吃很好 吃很飽以外呢 那 很多公司都受了緊去的循環的影響 所以這段時間都不好 可這不好 股價當然就不好啊 不好股價還是硬是拉到現在的高點的話 那當然你這種股票你更是怎麼樣 超漲了你就要走嘛 可是很多人他就是很真實的去反映 股票的這個基本面 所以現在股價不好就是因為營收不好 可是呢 你去看一看齁 接下來 很多公司已經開始要迎來轉機了 我已經跟各位講了齁 其實 現在的比如說AI伺服器等等的 他們的基本面不會好到哪去 是因為我早就告訴你 掉了傳統的伺服器單 增加新的AI的單 不代表它的營收會增加 因為如果傳統的伺服器掉了比較多 AI增加的沒那麼多 因為就代工廠而言 利潤都一樣啦 因為代工就是做組裝 組裝我不管你組裝傳統的伺服器 還是先進伺服器 還是AI伺服器 組裝的工錢都是一樣 頂多就是說 如果它這個伺服器的手續比較複雜 那這個價格就比較高一點 可是手續比較複雜 價格比較高 相對你的成本 代工成本也比較高 所以代工廠賺的就是代工利潤 我要跟各位講 代工廠賺的就是代工利潤 可是呢 AI伺服器裡面 有一些零配件廠 那零配件廠呢 同樣道理嘛 如果它掉了是傳統的伺服器的單 它增加AI先進設備的這個 這個伺服器的單 那就看營收會不會成長嘛 那一樣嘛 掉比較多 然後AI營收增加比較少 那還是怎麼樣 那整體營收還是不會上來 可是整體營收卻沒有上來 整體獲利卻沒有大幅增加 股價卻漲好幾倍 那這樣的股票 你要再漲好幾倍以前去買 那沒問題嘛 你賺到好幾倍了嘛 可是如果你是現在在高點 人家都已經漲了好幾倍 你現在才去買 那你還奢望你現在進場 還要再賺好幾倍 那是不可能的嘛 你不要賠30% 50% 80 90%就不錯了 我還是一樣齁 晨晨老師說嘛 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我名字有晨嘛 對不對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嘛 現在營收爆爛的 但是股價也跌無可跌的 就算跌你有沒有發現 過去跌都10%10%在跌 現在跌就是1-2% 1-2%在跌 然後呢大家其實已經看準它怎麼樣 只要下半年 現在也沒有下半年齁 因為現在第二季都要過一半齁 第三季都超過一半齁 因為現在是8月20 第三季都過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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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剩下怎麼樣 第四季 換句話說嚴格來講 已經過三分之二了 今年只剩三分之一了 那剩下三分之一的這一個部分呢 剩下這四個月 四個月多10天 年底到底什麼樣的股票 什麼樣的營收它確實會上來的 但是 營收會上來 但是股價還沒上來的 還沒跟上 還在底部這邊打轉 甚至還在破底的 你不要看破底就不好 我早就跟各位講了 你不要看現行去做股票 你就看10月8、9、10 你去砍破底的人 對不對 你後來都後悔了嘛 因為破底不見得會買回來嘛 等你買回來的時候 通常價格都比你砍下去的價格還高了 所以 通常道理我要跟你講 所以 我剛好跟你講 我說 各位 你去看到現在四星KY M31 我記得 去年11月的時候 整個AI不是反彈 整個股市不是從10月低點反彈嗎 那反彈上來呢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這個IP股 四星KY M31 金星科 創意這些股票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錄 東森盤中的這種電話連線 你知道網路上就很多宣明嘛 每一個分析師都要評論一下 那還好 我應該是裡面被評論最少的啦 因為我不太上連線的節目 因為我希望我的時間 盡量 在盤中 這一個 可以盯盤啊 然後可以多回答一些會員的問題 然後呢 那時候就有 有一個 網友就回 在東森的這個連線上說 他就在直接上面留言說 全中華民國投 全中華民國投過分析師 我最討厭成成 我聽的時候我就很會議的一下喔 不是我聽了我看了 我讓你討厭有什麼關係 我只要 我讓全天下的人討厭我都沒關係 但是 我只要讓我的會員 不要在十月砍在地點 反彈上來 帶他們一個一個出調 大家都是 安全獲利下車 那就可以了 我只要讓我的會員 可以賺到錢就可以了 你不是我會員 你怎麼討厭我 我這個人講話這麼臭屁 對不對 還戴著墨鏡 在遊艇上面 這個開直播 沒關係 你怎麼討厭都沒關係 重點怎麼樣 我的會員我讓他賺到錢就可以了 所以那時候 一堆人在酸啊 什麼時候這種什麼行情的 你還在那邊什麼 什麼高價IP 怎麼樣怎樣怎樣的 行情以後會回來怎麼樣的 好啊 那事實證明啊 11月12月 10、11、12 11、12也是反彈上來嘛 對不對 11月反彈上來之後 12月再殺一波 在十月底那個禮拜 我去日本滑雪嘛 那一波拉回的時候 高價股 不管艾普還是M31 我說怎麼樣 加碼 因為我說那是你最後的加碼點 因為下來打第二根腳 那現在呢 這半年來呢 這些股票漲成什麼樣 當然那時候的AI 一檔比一檔弱嘛 那漲完我剛剛講這些IP股之後 接著怎麼樣 換AI對不對 不管正AI假AI 因為這個題材都在炒 然後我跟各位講的COAS 那時星雲也都在漲 對不對 好 那現在來了 又來一次了 因為現在 週五已經出來了 納斯達克科技股 連是黑啦 就是週線連是黑啦 有沒有 那週線連是黑 代表怎麼樣 跌一個月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 到了8月 接下來就是9月了 9月就要開學了 那我常跟各位講 你什麼時候 可以離貓換太子 大家股票都在大漲的時候 都在高 你沒辦法離貓換太子 你只有什麼時候可以離貓換太子 所謂離貓換太子 就是說 股價呢 不管好股壞股 都被打到很便宜的時候 你要聽清楚 聽我節目你要聽清楚 不要聽一半 不要自己亂學亂拆 我說不管好的股票 營收好營收不好的 下半年會成長的 下半年也不會成長的 那基本上呢 都被打下來 都被打下來 我禮拜五 我大概有重播一下 我過去怎麼跟你解釋 什麼叫禮貓換太子 那禮貓換太子的點 就是要 大家都不看好 都被打下來 可是有些還沒被打下來 你不要去換喔 對不對 我不說去年 這個所有股票跌下來了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元泰這一種 還被大家 資金往那邊擠 都高高的不下來對不對 所有的科技股 都已經 都已經 都已經怎麼樣 導成一片了 就是元泰還怎麼樣 高高掛在上面 你不能往那邊擠嘛 你往元泰去擠 你去沙滴再去買在200 89月 買在220 230 240的元泰 最後怎麼樣 10月大家都已經反彈 50%到12月 隨便上來都是反彈50%欸 50%欸 好 比如說140 的愛普 到220的愛普 從10月低點到 12 11月的高點 中間這樣差多少 140到220 80塊嘛 那是不是50% 50%啊 你從140去算 50%啊 這樣你懂了沒 所以 你不要想說 我要買在最低嘛 所以 你開始180 160 150 開始往下減的時候 你買180的人 彈上來到220 你一張還是賺4萬 我現在用愛普做例子 因為 這檔股票我比較熟悉 就說好 所以 很多都是這樣 那現在同樣的嘛 你要開始準備 跟我怎麼樣 錢準備好了嘛 然後 禮貓換太子 如果這一兩週 還有怎麼樣 往下殺的機會的時候 趁你現在的AI 你的錢還有賺 或是小套 欸 小套你出來 你去買那種超跌的 基本上彈上來 你的小套都不算什麼 你的小虧都沒什麼 為什麼 問題是如果你不走的時候 你越套越深的時候 底部的股票 都已經漲上來了 然後 你現在你還可以平行移轉喔 等到你在猶豫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時候 下面的股票都漲上來了 你的股票跌下去的時候 本來你可以一張換一張的 或者一張換人家兩張 一張換人家三張的 你最後怎麼樣 你跌下去 你連一張換一張都換不到 一張換兩張都換不到 你是越換越少 因為怎麼樣 你的股價 你的股票才開始從高點補跌 別人的股票已經不跌 要開始怎麼樣 好所以 剛剛的重點就告訴你說 當大家 我常講一句話說 人人都會做的事 你去做你賺不到錢 當大家都覺得這個行情 很可怕 當這個時候大家都做AI 你做AI你不會賺錢 可是當這時候大家都不做的事情 你敢去做 別生的 你跟我開始去佈局 AI的資金出來之後 會開始往哪邊走 你跟我開始去低接那些 因為資金排擠 然後現在 被人家棄養的股票 然後呢 被人家棄養的股票 然後 他在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他的營收會慢慢上來的這些個股 隨著營收成長 股價就會慢慢上來了 所以這個是 你現在要跟我來 佈局的個股 那 靈貓換太子 我在這邊等你 三頭斜照 缺相贏 我看好那一些iPhone 然後iPhone15 公控車電 都還有機會 所以 趁你的AI 小賺 有賺 還有 就算小虧 趕快怎麼樣 不要再去多空交戰的地方 去跟人家趁熱度 我說你不會賺到錢的 而且你還要一顆心 忐忑不安 你在這時候跟我怎麼樣 一檔一檔股票 從低點 買進 爆起來 當 AI資金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一檔一檔股票 就會往上飆起來了 我們從 過去這一兩年 都是這樣操作 屢試不爽 你也可以知道 我確實就是三頭斜照的分析師 好嗎 所以你手上有資金的 有股票的 不用擔心 我們的電話 0225429977 直接打來 讓我幫你 禮貓換泰瓷 或者加LINE 小老鼠HIH888 讓我幫你石頭換鑽石 祝你下禮拜 下個月 接下來的 這個幾個月 都股票 支支大賺 賺不完